而欧洲在安全议题上头和美国方面越靠越近了 北约周四的时候就主动邀请了日韩纽澳等亚太区的代表 共同就中俄威胁问题展开讨论 等同是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区域安全全部都连结在一起 而美国财长叶伦周四的时候抵达了广州 展开是任内第二趟的中国访问 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和各国的商业高层来会谈 叶伦指出的是在北京政策支持之下 行程电动车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一直都是美国所关注的焦点 相隔仅八个多月 美国财长叶伦搭乘的专机周四再次来到中国 并从广州开始这趟五天的任内第二次中国访问 叶伦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周五上午 与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在内的国际商界领袖展开圆桌论坛 之后还马不停蹄地与美国商界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会谈 深入了解美中产业界实际经营上所面临的问题 强调美中不应该脱钩的同时 叶伦也在与广东省省长文伟中会晤期间当面强调 美中经贸关系必须建立在公平竞争环境下 至于中国电动车与绿能等产业在国家强力扶持下 所出现的产能过剩 可能损害美国甚至全球企业的利益 两国也应该就此展开更直接的沟通 叶伦进一步解释 关注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 而是为了避免全球经济陷入混乱 没有过去先里后兵的过程 叶伦这趟中国访问 在还没有见到大陆总理李强等中央高官前 就先公开表明美方的重点关切 这明显看出对于中国过去在钢铝 以及太阳能等产业上 曾经出现过度生产并倾销到国际市场 导致欧美业者生存困难的情景 美方已经无法忍受未来在电动车等产业上继续重演 从何立峰赵本宣科的表态可以看出 北京当局不太可能因为外界反弹 就对习近平大力推动 包括电动车在内的新值生产力政策有所修正 因此分析认为在叶伦这趟面对面的美中沟通之后 紧接而来的很可能就是美方关税壁垒 除了在中国电动车补贴与产能过剩等议题上 美国与欧盟逐渐走向一致 在区域安全议题上 美国与欧洲的主要关切也越拉越近 例如以欧盟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军事同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周四在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 主动邀请日本、南韩、澳洲与纽西兰的外长与代表 与北约外长们共同展开会谈 要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安全维护连结在一起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强调 安全问题是全球性而非区域性的 而中国、北韩、伊朗与俄罗斯在当前乌俄战局下的紧密连结 更凸显了这一点 分析坦言 随着来自北京的威胁越来越明显 北约必须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尤其北约最主要的成员国美国正把重心移向印太 但对欧盟国家来说也不可能完全只考量美方利益 因此在高科技晶片竞争上占据半导体制造设备关键地位的荷兰 仍在考虑是否要加入美国的扩大围堵措施 德国总理萧姿本月稍晚也仍将率领BMW辽版 以及宾市西门子执行长等多名企业高层访问中国 试图在美中之间避免站队保持平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先前传出的是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有意要到印度去设厂 但是始终因为高昂的关税问题所以止步不前 现在有知情人士就指出了 特斯拉这个月将会斥资30亿美元 折合约台币962亿元在印度来设立电动车厂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导了 印度三月份宣布公司只要在当地设厂 并且会承诺三年内会投资至少5亿美元 就能够减免电动车的进口税 此举就被市场认为是有意要拉拢特斯拉进入到印度市场 事实上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六月份会见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双方就曾经是就印度投资建厂一事进行了商谈 但是目前特斯拉方面尚未证实在印度设厂的消息 他们担当了一事推着 保持被判断后 所有商谈 estaba放进来 保持一种不曾据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2万卧价 1万卧价